哈囉大家好我是Sony 今天呢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很大很大的台灣購物區 就是如果大家有follow我 臉書專頁或者是 Instagram的朋友 應該知道就是我媽媽來這邊玩 玩一陣子然後 就趁這個機會 我在台灣的網路上面 買了一些 在德國買不到或者是說 會比台灣貴很多的東西 然後請她帶來 然後她一整個皮箱 都是我的東西 不管是就是 裡面有小孩的東西啊 我的東西 然後還有家裡面 需要用的東西這樣子 那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 就是我的東西 她幫我帶了很多 就是像是uniclo的衣服啊 然後還有我訂了一些書 那那些我今天就 就不跟大家分享 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 比較屬於保養美妝相關的東西 就是這類的東西比較多啦 好 那我就廢話不多說 我直接開始 第一個是這個 這個是那個 Starbucks的杯子 然後上面寫著 台北 這樣子 這個其實是我去年暑假 從台灣回來的時候 在那個 台灣機場 就是Starbucks的那個店面看到 然後那時候 因為行李已經很多 然後還帶兩個小孩 所以這個杯子 我那時候就沒有帶回來 那我媽這次來的時候 就幫我把它帶來了 我覺得很特別啦 而且 我跟另外一個朋友講到就是 她很喜歡 就是收集紙膠袋 那我也是 然後我發現她的那個 紙膠袋裡面有一個 是我也有就是台灣國旗的紙膠袋 我們就說 或許是真的是異鄉油子 會特別思念 台灣的時候 就會有一些 比如說台灣地圖 或者是台灣國旗 就是台灣相關的東西 就會喜歡買這些東西 所以呢 我看到這個 台北的這一杯子 我覺得很特別 然後又是台北 所以我就 當時就買了這樣 那她這次幫我帶過來 好 那再來呢 是這個 這個是 禮服保守 就是 叫大籃罐 小籃罐 就是我也不知道這怎麼稱 可是她的產品名稱就是 順 順效 控油 噴霧 就是前陣子 應該 應該是去年 暑假 我那時候回台灣的時候出的 可是我那時候 忘記買 就回來之前我忘記買了 然後所以這一次 我就在網路上面訂了 請我媽媽幫我帶來 那聽說這個 很好用 然後 就是也很受歡迎 評價還不錯 所以我就想說 來用用看 那之前跟大家提到 就是我最近 就這一陣子 不知道為什麼就長痘痘長很多 大家應該還是可以看得到這邊 超級大哥 前兩天才冒出來 超級大哥 今天很痛 然後聽說這個對於就是 皮膚 不良皮膚 還蠻有效果 就想說 來買來試試看 我這次也是買了好多 就是 保養品 因為 這邊 我就試了好多 我都沒有用 所以我就想說 多試幾種 說不定會 找到適合了這樣子 好 接下來呢 是這個 哥林的這個 什麼3D 就是鑽石圍雕 美體衣 它其實就是應該是 臉部按摩的吧 我猜 可是 這個其實不是我買的啦 這是就是 我請我同學 幫我買一些 new skin的產品 然後 這是他們前一陣子 活動滿額送的 所以 對 這其實不是我買的 但是 覺得很誘人 就想說試試看 那叫什麼 美體衣 看看這邊 可不可以稍微削一些 然後什麼 屁股大腿 肚子之類的 不知道那可不可以用到 我還沒有打開來看過 所以 我不曉得 接下來呢 是這個 這個是我在這邊 找不到的 它是 Bear Minerals 它的眼影盤 裡面有這麼多顏色 然後 我之前找半天 找不到 我就請 我阿姨 我買這樣 因為我知道媽媽會來 所以就請她帶過來 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 我都還沒有拆開 所以 到時候拆開看好不好用 再跟大家分享 還有一個呢 也是 金娃阿姨從 美國帶來的 這個是 Tarte 是 Rain Forest of the Sea 它是 Water Foundation 有 SPF15 之前有跟大家分享 兩個Tarte開箱 購物區 那 為什麼我之前 沒有自己訂呢 因為我在網路上訂不到 在他們網站上面 買不到 那我只有在Sephora的網站上面看到 所以呢 我就也請我阿姨幫我去買 就是 帶回來 因為我想試試看 因為這一罐聽說評價也還不錯 但是這一罐 這已經 就是之前出了好一陣子了 就是 我不知道什麼時候出的 但是 比我前一個影片 的那個 就是他們最新出的那個 粉底液 嗯 早 不知道早多少 所以就是 算是舊的 只是我在網路上面訂不到 嗯 接著呢 是 兩個小朋友的口罩 這個就不是 美妝 嗯 或者是 保養品相關的了 就是 因為在這邊買不到 應該說在德國 沒有人戴口罩 你戴口罩人家會覺得 你是不是得了什麼 很嚴重的疾病 所以 基本上這邊的人不戴口罩 更別說是 小孩子的口罩 就是 更不買不到啊 嗯 所以我就 那次看到人 就是覺得很可愛 我就 我就訂了 因為 我 狗狗和豆迷 就是之前生病 兩次 讓我覺得很害怕 所以我就想說 訂了口罩 以後如果等到他們 坐飛機 或者去人超 比較多的地方 我就想說 給他們把口罩戴上 別人不戴口罩 但是他們戴上口罩 至少就是對自己 有一些些 嗯 預防的作用 這樣子 好 那再來呢 是這個 這個呢 是好像 挺受歡迎的 叫冰冰霜 這個是我之前在網路上 看到的 好像是Vogue Vogue他們的臉書專頁上面 還是哪裡看到的 就是很多 彩妝師推薦的 然後這個是澳洲的產品 叫 是長這樣子 就是聽說很保濕 上妝之前用 就是對皮膚的 可能妝會比較服貼 然後皮膚會比較照顧的好 那因為我 就是一個好姐妹的妹妹 呃 不時會去澳洲 所以我就請她去的時候 幫我帶 那這一次剛好趕上 她 就是我媽媽來之前 她妹妹有 就回到台灣 就幫我帶了 我就請她幫我帶了四條 因為這邊買 呃 第一個 比在澳洲買貴很多 那第二個 我不知道買到的 會不會是假的 所以我就還是保險一點 要不然就不用 要不然就是請她們 就是從澳洲帶過來 我比較放心 接著呢是這個 這也不是美妝保養相關的 這是我之前 就是團購來的 我覺得 在臉書的一個社團 我常常在那邊團購 就是幫小孩買東西 就是我知道 我要回台灣 就是有機會拿到這些東西的時候 我就會 前幾好幾個月前 就開始團購 因為她團購你需要 就是你訂完之後 它需要很長一段時間 才能拿到 才能寄送出去 所以 我都會 必須要提前開始 那這個就是其中之一 這個其實我還不知道怎麼用 它其實就是 這個東西 黏在 平面上面 然後 這個 我想想看 啊 這樣子 啊 這樣子 就是你把那個 手機架在這邊 你就可以 隨時 看你手機 這樣子 你可以 在工作的時候 在念書的時候 就可以把它黏在桌上 或是只要是平面上面 應該都可以黏得住 然後 把手機放在這邊 就可以隨時看一下 我剛剛擦了那個 NARS的這個霧面唇膏 然後它那個 一直 我已經擦了好幾次 一直黏在我牙子上 那個顏色 覺得 很煩 我有在那個 算是韓國購物網站上面 買一些 韓國的東西 就是在台灣 我找不到 在這邊 更別說在這邊 這邊有些 所以 我有找到 但是可能比較貴 而且我也不確定品質 所以我就直接在 韓國網路上面訂 然後它有 台灣的那個 中文的介面 我會把網址和 產品的資訊 我能找到的 就是都放在 下面info box 給大家看 那 這個呢 我訂購的那個 網站 叫做 Style Korean 這就是上面訂的 那這個上面 我看他們評價還不錯的 這就是大叔的 什麼東西 One Step Original Clear Pad 它的牌子應該是叫做 Coff RX 我不知道這應該 正確方式應該是什麼 那 我會買這 是因為 剛剛跟大家提到 我最近一直長痘痘 我覺得很煩 那聽說這個 對於消除痘痘 還蠻有效果的 所以我就想說 買來試試看 看一下 打開裡面長怎麼樣 啊 封起來了 我還沒有打開 它裡面好像就是 一片一片像是化妝棉 那樣子的東西 然後它裡面已經有那種 不知道是精華液 還是什麼東西 所以你就是可以 洗完臉 清潔臉部之後 用這個 就是有點像是化妝棉沾 化妝水 擦拭一遍這樣子 它就是有這樣的功能 我就想說來試試看 而且 他們網站上面現在 有很多特價的東西 我這就是趁它特價的時候買的 那在這個網站呢 我還買了一個 這個 這個聽說也很好用 這個是 眼影盤 它是 嗯 拍子是這個 HIMESH 不知道看不看到 對 拍子是這個 嗯 給大家看顏色 我會把它的那個型號 很好放在下面的info box給大家 嗯 嗯 看 裡面長這樣子 很漂亮 顏色很漂亮 是 都是我很喜歡的顏色 對 WOPS 裡面還有附一支小刷子 就是隨身攜帶 嗯 應該會挺方便 好 把它放回去 那在同一個網站呢 我還訂這個 它這個是一組的 這我也是看到人家介紹說 它對於治療問題肌膚 嗯 還蠻有效果的 所以我就想說來試試看 買的時候它是一個 組合 是這樣子 然後 好像 是這一組嗎 是這一組 有附化妝棉還是什麼 就是這樣子 其實這裡面有兩個不同 兩種不同化妝棉 然後我不知道哪一個才是他們附的 對 對 所以 你知道買太多我就搞不清楚 到底哪一個是哪一個 好 然後 同一個網站 我也不知道我還訂了些什麼 哼 訂太多 它還 欸 我看一下 我是不是還訂了這個 我不會唸 Apul Apul 這個是那個 嗯 眼唇卸妝的 然後它的那個評價也還不錯 所以我就想說買來試試看 而且重點是它 很便宜 幾十塊台幣而已 所以我就想說買來試試看 這樣 嗯 再來還有 這個 這個 同樣一個牌子 Apul 我真的不會黏 然後我也忘記去查它怎麼黏 大家 知道 應該都知道 它就是 牌子是這樣子寫 看得到嗎 這個是它的那個 嗯 海綿 blending puff 像是beauty blender那樣子 我就想說 欸它很可愛 它是雪人的 看 啊 長這樣子的形狀 這樣子 想說 來試試看 這個牌子的好不好用 因為聽說這個牌子 也還蠻 蠻多人喜歡的 我自己是沒有這個牌子的東西 所以我就想說 買來用用看 然後還有就是一堆 我不知道是 應該也是他們就是送的正品吧 其實我也搞不清楚 太多東西了 嗯 然後想想看從這個網站上面 訂的還有哪些東西 好像 從這個網站上面訂的好像就是這樣子 好像就是這樣子 好我可以 我就繼續 因為我不確定 從這個網站上面還有 有沒有其他的東西 好 接著我就從 應該是奇摩 購物中心還是奇摩商譽 訂的 嗯 第一個是這個 它叫做美肌修修五痕專業粉底刷 就是 像我們平常用那個 嗯 化妝刷刷的時候 有時候刷那個粉底 你會看到 刷子的痕跡 那聽說這個刷子很厲害 是五痕 上面就是跟它的那個 敘述一樣 是五痕 就是你刷上去不會看到刷子的痕跡 嗯 所以我就想說買來試試看 它到底有沒有這麼 這麼生氣 對 到時候就是實驗的結果 再跟大家說 希望 希望效果很好 再來是這個 這個是什麼 這是Misha的唇蜜專用卸妝乳 聽說這個也很厲害 就是你卸不掉的 嗯 唇彩 它都可以 很 就是很 很輕易的就把它卸除掉 然後 也不貴 所以我就想說買來 試試看 對 一樣就是如果效果好的話 再跟大家分享 那再來就是 這也不是美妝相關 它是 馬桶提蓋器 它就是 小小 因為我看到那個簡介 覺得 好像 很有趣 因為通常我們如果 比如說你 拉屎 噴得到處都是 或者是 像台灣男生 上廁所 尿尿的時候 都會把馬桶蓋掀起來 那德國這邊其實很有趣 就是德國男生 尿尿 在家裡啦 在外面沒辦法 在家裡都是 坐著尿的 因為 他們從小的教育就是這樣 就我所知道 大部分人 他們家裡的教育都是這樣子 特別有跟我講 男生坐著尿尿 是比較好的 因為你散著尿尿 那個尿下去的時候會噴得到處都是 反而會 比較容易 把那個細菌噴出來 就是會弄得到處都是 所以 比較衛生 又比較 就是 比較不會弄得到處 細菌的 方式是坐著尿 德國這邊 男生在家裡 都是 幾乎都是坐著尿 就我所知 我不知道有沒有例外 那 不像台灣 就是在家裡 都是站著尿 這樣子 那當然他們出去 在德國啦 出去也是都是站著尿 就是方便我們清理啦 就是 這個好像是 裡面有附那個 黑色就是 你可以黏著 我還要研究一下 這怎麼弄 我只看到覺得 很有趣 然後我就想說 買一個來試試看 如果好用的話 就可以訂給我 媽媽他們 就是 在家裡 他們台灣就可以用 那這邊的話 我想說平常 有的時候 你比如說 拉屎就噴得到處都是 需要清馬桶的時候 就可以 你要先馬桶蓋的時候 這就還蠻方便 就不會發手 就不會覺得手 好像會弄髒 這樣子 好 再來呢是 方科的 這個中文 其實 我也不知道叫做什麼 它是 方科 Active Conditioning Lotion 聽說這個也很保濕 然後 怎麼用呢 我還要上網去看一下 因為這上面都是 日文 沒有英文 也沒有中文 然後這個我忘記 我是在哪一個網站上面訂的 好 所以這也是其中的那個 產品之一 這應該算是 這應該是保養品 然後呢 我還訂了這個 Believe 它是 潤澤炸彈霜 還有 還有 這個是 抖棚草 高效水分 還是水分 炸彈霜 還有一個是這個 這個是 寒生草保濕前導 精華 像這樣子 就是這樣子 我是訂了 總共訂了三個 那我為什麼會訂這個呢 是我有一次看YouTube 是一個 美國的YouTuber 他有 好幾百萬的那個訂閱者 他呢 就 上妝之前 他就擦了 不知道其中一個 不知道是紫晴還是 抖棚草 他說因為他皮膚比較乾 所以他覺得他皮膚比較乾的時候 上妝之前就會 塗 我忘記其中哪一個 塗上去就是讓他保濕 然後妝也會比較貼 我就想說 啊 我不知道這個牌子 是美國的哪一個牌子 還是英國的 我就上網查 沒想到他是韓國的 然後我就想說 美國的YouTuber 他都用韓國的產品 特別用韓國的這個產品 我就想說 那他應該有一定的效果 所以我就 就是上網訂了 那這個是在台灣的網站上面訂的 哪一個網站 我不知道是奇摩購物中心 還是奇摩商品 好像是在奇摩上面訂的 應該是在奇摩上面訂的 對 在奇摩上面訂 大家可以去看一看 然後他還送 好像還有送贈品 好像是這幾個小罐都是他們送的 就是 這幾個小罐的那個試用罐 好像都是他們送的 我其實也搞不清楚 反正來的就多了這幾罐 這不是我訂的 所以我 估計應該是他們送的 接著呢 嗯 是這個 這是Excel的 三合一持久造型眉筆 自然中01號 這樣 看不看得到 反正看不太清楚對不對 這樣子 這個我是在奇摩 應該是購物中心吧 可是是他們去城市的 讚 不知道是不是應該這樣講 對 然後 聽說這個也很厲害 嗯 我就想說 買來試試看 因為其實他 跟其他開架式的眉筆比起來 他 單價不算低 然後我就很期待 他是有一定的那個 好用程度 那他 你看他這邊是有 就是有三段式的 一邊是筆嘛 然後一邊是像海綿那樣子 你可以把它刷 刷菌還是怎麼樣 然後另外一邊是刷子 那 因為我沒有用過 我還也還沒有打開 我不知道他裡面 實際長的是什麼樣子 然後也不知道他到底好不好用 那一樣如果好用的話 我再跟大家分享 對 好 接著呢 是另外兩個 是 也是 Apu 他們的那個 六角眉筆 我就想說 像剛剛跟大家提到 就是這個牌子好像 聽說也還蠻 蠻受歡迎 蠻好用的 所以我就想說 也來用一用看 因為在這邊我真的 除非是要去買那種 大櫃的 大專櫃的那個 品牌的眉筆 一般這邊我真的沒有找到 好用的眉筆 我現在用的眉筆 不是大專� 就是在台灣牌架買的 所以我就想說 用不用看 對 至少 我現在又多了三支 備用的眉筆 接下來呢 是三罐這個 唇彩 他的牌子叫 Perry Pera Perry Pera 這個其實德國 在Amazon上面買的到 我有看到 可是就是比較貴 然後我就想說 那我就一起訂 訂了來好了 聽說還不錯用 但是因為我也沒有用過 所以 現在沒有辦法跟大家講 好不好用 那我買的顏色 這個呢 是叫做 嬌嫩櫻紅 這個呢 是叫做 甜蜜桃 它是2017年新色 那代表就是舊的顏色 然後這個呢 這也是2017年的新色 叫做 瑰麗紅 大家一定覺得奇怪 為什麼 感覺看起來好像妝有點不一樣 因為呢 其實前半段的影片 是我 兩三個禮拜之前錄的 然後我要編輯影片 已經到 最後了 才發現結果 後面的幾段影片都不見了 因為 我的那個記憶卡裡面 滿了 所以呢 後面的影片就錄不進去 然後 那個電腦它沒有秀出來 所以我不知道 我就繼續錄錄完 到編輯的時候才發現 哇 沒有影片了 所以沒有錄到的東西 我只好再錄一遍了 對 所以這就是妝有點不一樣 我忘記我那天 上的妝 是用哪些產品 這段時間呢 我就有機會去 查一下 就是 韓國的這些品牌 到底怎麼念 那 前半段的影片 有跟大家分享 應該是Believe 對不對 就是看的英文字母 應該是Believe 後來才知道 韓國人呢 好像是發 Belipu Belipu 對 然後 還有一個 A 一撇 P I EU 他們是發 Apu 應該是這樣子沒有發錯 因為我才看了那個影片 Apu 還有那個一貫一貫大書 就是上面有一個大書圖案的 它是叫做 Corset RX Corset RX 對 我不知道有沒有發正確 但是大概音就是 就是這樣 大家可以去稍微查一下 如果有興趣的話 好 那我就 接著繼續 跟大家分享 我 就是 被刪掉影片的那一部分產品 接下來呢 這個品牌好像 現在在台灣也有貴 是不是 好像至少它有那個台灣的網站 那它的發音是叫做 Iope Iope 我原本以為是叫 Iope 還是 Iope 它是叫 Iope Iope 對 那這個呢 是 極效保濕 復活 潤膚霜 那這個呢 我是直接去它的官方網站 然後 點那個 要購買 那它是連結到好像是PC HOME的那個 它們的賣場 所以 大家有興趣就可以 可以試試看 那 它們 我之前買的時候 它們是有做那個 特惠組合 就是這三罐 這樣子 大家看得清楚 嗯 一個呢 就是我剛剛說的那個 嗯 復活 潤膚露 然後 這一罐呢 它是活力精華 潔面乳 這一罐呢 就是大罐 好像是限量版的吧 就是 期間限定的 呃 尺寸 就它一般是比較小的尺寸 那這個是 呃 252mL 252mL 就是ML CC啦 就是 嗯 也可以稱CC這樣子 嗯 它是青春活顏 精翠 對 它這個是限定版的 不知道現在還有沒有 大家可以去那個 他們的網站上面 看一看 那 這三個呢 就是評價也還不錯 所以我就想說 試試看 那我那時候訂的時候 好像還有送東西 送這一個 是那個 嗯 水潤光透氣墊粉餅 背彩升級版 輕盈遮瑕款 這是它送的 然後 嗯 前一段影片有跟大家分享 就是一袋 它裡面有兩種不同的化妝棉嘛 那 一半就是他們送的這樣子 好 嗯 接下來呢 再來是這個 innisfree 這個呢 我就忘記插它的韓國 韓文發音 就是韓國人怎麼發音的 那 根據英文顯示的字母 應該是叫 innisfree 它的那個 嗯 指甲油 之前在facebook上面看到一個朋友分享 就是 那時候是聖誕節吧 它們的那個特殊的顏色 好像是綠色 之類的 我覺得非常非常的漂亮 所以我就想說 來試試看它們家的指甲油 但是因為我沒有用過 所以不曉得好還是壞 所以我只買了一罐這個顏色 我覺得這個顏色 看起來還挺美的 這個是52號 嗯 哦 這裡有那個 它叫做 溫暖壁爐 秋系列 這應該就是秋天的顏色這樣子 然後還買了一個也是同樣品牌的 這樣看不太清楚 這樣子 對 嗯 它這一個是 Smooth Lip Scrub 嗯 就是嘴唇去角質的 我想說試試看 因為我其實也有ELF的 嗯 我就想說試試看這個 因為其實它還不貴 所以就想說買來試試看 然後還有一個贈品 這個是 一個小清新 就是應該是香粉 這是一個贈品 但這個牌子我不知道 嗯 Indie Pop 不曉得這是什麼牌子 長這樣 它的Logo是這樣子 對 接下來呢 是一個非常可愛的 Tada 嗯 前段影片有跟大家分享 我買了一個 那個牌子的唇彩 是叫做 Perry Pera 那這個就是同一個牌子 Perry Pera 然後它這個也是 嗯 限量 限定版的吧 就是有期間限定的 它是一個那個小小的行李箱 粉紅色的這樣子 很可愛 然後 它打開呢 Tada 有沒有很可愛 它這個貼紙呢 應該就是你可以裝飾外面 就是 空白的地方 然後 裡面有不同的那個商品 就是有唇彩啊 然後有腮紅 然後有遮瑕啊 等等的這樣子 長這樣 很可愛 那這個我好像是在 好像是奇摩上面買的 這個是好像是限量版的 所以我不確定現在還有沒有 我到時候會在就是找每一個商品的那個 嗯 資訊給大家 這樣如果找得到的話 我都會放在下面的info box 因為有些東西都是限定版 就會期間限定的 所以 嗯 我不確定現在 還有沒有 就是網路上面還找不找得到 盡量找給大家看 接下來是這個 這個我忘記是買哪一個產品送的贈品 它就是一個那個化妝包 還品質還不錯 就質感摸起來還不錯 它裡面就是這樣子 然後 有那個拉鍊打開 然後 嗯 配妝 它這個是藍芝的化妝包 但是 好像是買 iope 這個 這一系列送的 我不確定 嗯 對 我覺得這個贈品還不錯 嗯 而且顏色還蠻好看的 這一次的台灣冬季購物去 就到這邊 嗯 希望大家還喜歡 那大家如果喜歡的話 就給這個影片一個讚 然後 今天剛好錄過的朋友呢 也 歡迎你們訂閱 然後分享影片喔 那 嗯 喔對 要把小鈴鐺打開 這樣子 下一次有新的影片上傳的時候 大家就會接到通知 那就先這樣囉 我們下個影片見囉 掰掰